今天的話因為風面通過有下雨再加上東北風影響 所以這個溫度有稍微轉涼一點 台北市的高溫都來自32度 所以今天下降3度左右 大家今天出門有沒有覺得有點涼涼的啊 中央氣象局表示今天受到風面通過 還有東北風增強影響 除了北部及東北部氣溫會稍微下降之外 還會容易有短時強降雨 氣象局目前已針對新北市花蓮縣等八縣市發布大雨特報 截至上午11點15分 社後橋細紙累積雨量超過140毫米 水利鼠也在上午針對新北市細紙區發布一擊淹水警戒 不過氣象局表示隨著風面逐漸向南移動 北部的雨就會慢慢的轉到東北部跟東部地區 風面通過之後 東北風會隨時奔強 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有短暫陣雨或者是雷雨 氣隆北海岸還有桃園 宜北還有宜蘭 就是要注意還是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那中南部地區就是多雲 五後會有雷陣雨 山區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到了明天 風面通過 雨是會變得比較緩和 但各地還是受到東北風影響 直勝北部及東半部又局部短暫陣雨 其他地區則為多雲到晴 五後的話在南部地區以及其他山區 會有局部短暫陣雨 那明天北台灣 雖然可能還有一點點雨 但是跟今天來比的話已經少多了 大概只有在大台北東側 還有基隆北海岸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週三由於東北風減弱 各地大多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只有東南部地區可能會有局部短暫陣雨 是這週天氣最穩定的一天 不過先別太high 週四又有另外一波的風面通過 加上東北風增強 到時候北台灣的氣溫會稍微下降並轉涼 高溫大約有29度30度 但清晨低溫只剩下23、24度左右 24號的那波風面還有東北風 它的溫度可能會比這一波還略為涼一點 所以可能到時候北台灣的溫度 大概全年都在30度以下